忘记历史就遇着背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大家好 我是夏国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一段 秦婚和埃德加·莫兰 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辩论 难道越野蛮就越强大 这段讨论发生在2006年1月28日 29日的法国巴黎 是在香港大学学者于硕教授的措耳下进行的 于硕博士是法国华语学者 跨文化人类学教授 在法国布莱斯特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东北师大都曾经任教科 对话的一方 埃德加·莫兰是法国著名哲学家 社会学家 被誉为环球思想家 这位老先生是上个世纪 20年代生人 西班牙犹太人出生 把西班牙语圈影响是更大一些 英语系的人不太买上 我们中国人一般也不是太熟 学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是秦辉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 中华人民广告 历史学家 经济学家 自由派公知 公知现在已经不是好话了 宜硕教授在他的文章中 是这样形容 墨兰和秦辉之间的对谈的 墨兰老人的眼神很有名 像狐狸一样明亮 敏锐 不容黑暗 却充满悲天敏的爽满 秦辉的大嗓门也很有名 经常吼着书画去 流水般的推理 学乎舞车的引经据点 从历史到现实 从中国到世界 从善的文明理想到恶的 也蛮逻辑 只是比老人显得更多些悲观 秦辉从 书三的历史终结一书出发 质疑为何历史并不像 书三所说的那样 文明战胜野蛮 在当代世界 出现了传统类型的 社会模式的国家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趋势 下面引用秦辉教授的原话 如果这话不对 也是齐老师的事 比如说 现在全球经济上 出现了一种状态 就是在全球贸易化的状态下 福利国家竞争不过 自由市场国家 自由市场国家 又竞争不过使用奴公的国家 所以欧洲竞争不过美国 而美国又竞争不过某些国家 又低人权优势的国家 从全球吸纳资本 将全球输出廉价商品 使得福利国家 不得不降低福利标准 自由国家不得不重建 贸易壁垒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而在政治上 冷战的结束 曾经被认为 证明了专制制作不行 但是多年过去后 不好人越来越觉得 它似乎只是证明了 比较温和的专制制度不行 而最严固的专制制度 反而存活下来 而且好像活得越来越滋润 莫兰教授断然否定了 秦桧教授的说法 第一个 他认为当代社会并不存在 像秦桧教授描绘的 那种中世纪野蛮战胜文明的情况 第二个 西方国家的野蛮化 不代表着蛮族的胜利 而是西方人为了 征服蛮族所做的自我调整 关于第一点 为什么莫兰说不存在 秦桧所说的野蛮战胜文明呢 莫兰的意见是 秦桧所说的野蛮战胜上风的情况 是不可持续的暂时了 他觉得日本韩国 依靠廉价劳动力取得经济奇迹 但最后到一定程度后 也不得不接轨 也不是价值 此外他也指出 俄罗斯放弃苏联计划经济制度 但现在国家衰落乱刀的 并不是西方文明模式的失败 因为俄罗斯人放弃的苏联制度 也并没有接受西方制度 而是建立了一种 黑社会经济制度 第二点 莫兰的看法是 所谓文明国家为了征服蛮族 不得不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以此应对蛮族的战术 比如福利国家不得不降低福利标准 自由国家不得不重建贸易壁垒 这个不代表着蛮族文化 对文明国家的渗透和反向征服 那么文明如何征服野蛮呢 莫兰的看法是建立一种 超国家的治理体制 类似罗马帝国 大家都有公民权 在这种体制中 将超越现有的国家民族本位 以地球人为本位 你是地球人就公民权 听起来还蛮有心理 而且是不像联合国那样 并没有实际的执行力的 秦伟老师怎么回答 莫兰老爷子呢 秦伟老师的看法是 不认为当代社会的野蛮 占据上方的情况 是暂时的 因为现在社会的统治制度 非常绵密系统 以至于普通民众 没办法从内部改变 而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拯救 但是呢 外部力量 拿联合国来说 这样的系统 在传统类型国家体制的影响下 往往无法对于特定国家的内部事务 进行有效的干预 另一方面 由于人类逐利的本性 和人类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的 一些国家的人可能自己过得清爽 但是往往并不介意其他民族的人当牛做马 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 周周为虐 就是说看不到莫兰所说的那种超国家治理体系出现的可能性 在接下来的回复中 莫兰老爷子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至少从我看来 他只是一再重复对于文明必然战胜野蛮的信念 说白了 他就是说 反正文明必然战胜野蛮 可能很久 但是必然发生 你等着吧 但是怎么弄 我也不知道 历史事件的发生 具有某种 不确定性 总有黑马出现 这些未来的事情 都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握得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 莫兰说的没错 但是从辩论的技术上来说 这种回复还是显得很软弱无力的 接下来 情分没有宜将胜涌 追穷扣 肯定了莫兰所说的历史存在偶然性这个点 我个人的感觉是 中文艺港 也就是余朔老师的整理港 中说的偶然这个词 可能并不是特别贴气 我估计莫兰实际上 指的是历史的不可预知性 因为莫兰很显然是坚信文明 准确的说是西方文明 是必然占上所有其他的民族文化的 这属于历史具有必然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相反 秦文先生似乎持有的是 非必然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至少从他在这段对谈中的言论来看 因为他说 如果我们把历史放远一点的话 我甚至觉得民主制度之所以产生 以及200年来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发展 从某种意义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现象 从道义上讲 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但道义上好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我们过去说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但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 正义往往不能战胜邪恶 接着两位老先生就历史的偶然性 发表了一系列复合性的感慨 对话基本上结束 总体上来说 感觉秦洪先生对于传统类型的 极权社会的现代化进场 有很多质疑 举了很多活生生的残酷现实 比较悲观 而木兰老先生对于西方国民 征服世界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又缺乏解释现实的理论工具 在规划超国家治理结构的蓝图方面 也只有含糊的打底的方向 说等于白说 相对于我来说 秦洪先生就已经是老先生老教授了 但是在这段对谈中 相对于木兰 秦洪却又有点像奋亲 不过这也对 秦洪比这个木兰年轻了四十多岁 我个人其实比较赞成 木兰先生对于文明必然 战胜野蛮的观点 或者说信念 但是秦洪先生所说的 也是我们身边 可以切身体验到的现实 木老爷子没有给出治病的方子 秦洪先生似乎显然 也是不知道 君往何处去 对于他们的争论 我个人评论几句 我认为野蛮征服文明 就是一个伪命体 不存在野蛮征服文明 任何征服都是文明 对于野蛮的征服 小孩能打过成年人吗 傻子能打过正常人吗 成年人可能会被小孩打伤 但小孩永远无法 从战略层面打来成年人 正常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 躲避傻子 但是他总有办法打败傻子 如果他想的话 有人说 那你怎么看日耳曼人 征服罗马 五胡乱华 成吉斯汗的征服 以及满足征服 明朝中国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现象 历史上对于所谓 文明国家民族 威胁最大 并不是那些 最野蛮的民族 而是那些和所谓 文明国家民族 有利涮交往 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文明化的野蛮民族 真的是越野蛮就越强大吗 我们看罗马的灭亡 匈奴阿提拉布 也围攻过罗马城 按越野蛮 越强大的逻辑 肯定是他们征服罗马人 对吧 但是最终在西罗马帝国 废局上建政的 并不是他们 而是落寞温 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很早以前 就是罗马人的盟友 冲当罗马 正规军的炮灰兵 他们虽然也是蛮族 但是对于罗马的情况 非常了解 类似的 五国中华时代的那些 南凶中的移民 当时实际上已经进入 塞内很多年 像前汉的建立者留言 本身就有很深厚的汉文修养 蒙古时代没有 期待移民的帮助 蒙古人也是无法 实验自己的崛起的 明国清书 传说这个诺尔哈赤 也是当过明朝大将 李承梁的马殿 不存在万里元朝战争 对于东北社会的刺激 没有众多汉奸对清朝的帮助 清朝也是无法那么顺利的 就接明朝的班了 也就是说 野蛮人要征服文明民族 必须以自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 文明化为代价 如果以文化的坚守与否 作为成功与失败的标准的话 不管是灭亡罗马的伊尔曼人 还是征服东亚的南兄奴 征服大半个世界的蒙古人 征服明朝中国的满洲人 都并不是胜利者 年初的时候 我写过英文章 也做过同主题的视频 就是论述不同文明 在相互接触时 会发生的短板效应 及融合态的社会的文明程度 会低于原来高洁文明的文明程度 但是高洁文明的退化 不是孤立的 而是伴随着 蛮族文化的相对提升 也就是说 蛮族也被改变了 因为人类的总体文明程度 得到了提高 所以当野蛮的日耳曼人 征服罗马 以及南兄奴蒙古人 满族人入入中原时 尽管原来的文明民 甚至可能遇到了秘顶之灾 从上帝的视角来看 仍旧是文明站上了野 关于文明的发展 或者说人类的历史发展 与我们人类的认知 存在了一种矛盾 因为我们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而人类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 即使不是无限的 但是也往往是超过一百年的 所以当具体的一个人死了之后 任何人类的失败成功发展或者衰亡 它都是无法知晓 也没有意义的 这使得人类对于历史的认知 往往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 以自身的不存在 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